歡迎收看來自新一世之 養鬼藝人館 我是索隆康 在美國有長春藤十大名校 這些名校大家都知道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的名校排行榜 就是厲害了 就是鬧鬼卡因的靈異大學 有哪些學校上榜呢 馬上為您介紹榜上冠軍養鬼子 卡因冠軍喔 你看卡因的臉 卡因 卡因 我都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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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就是那個 你沒有知道這是誰啊 蜘蛛人嘛 我是他的女朋友 是的 我的氣質是不是很好呢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學校裡面如果有秘密電梯 最好繼續把它當成秘密 要不然 你可能就會被拖往地下十八層 跟鬼鬼這回 好狂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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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點干擾 有苦難言 就來一杯 小酒 但是 順苦的對象 你確定是個人嗎 什麼味道 聞到百合香味 趕快逃吧 被拋棄的女鬼 要來抓你囉 康哥 拋棄我啊 拋棄我啊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沒有要到上面唸的 因為今天我有帶來一段影片 非常的紅 就是在美國的大學裡面 有人拍到鬼影喔 現在我們一起來看這段影片 高中 高中 好 美國有一個格羅夫城學院 剛剛講的 如果飄出百合花香 就表示有人要死 這是什麼 這個格羅夫學 好漂亮喔 很漂亮對不對 就是其實這一般 我們Ivy League學校 大部分都是這樣 因為當時新英格蘭建設以後 最古老都是幾百年 最老的大學 所以這樣的美麗的校園 這麼樣古典的房舍 但是就最容易鬧鬼 那是 尤其在這個學校當中 有一個叫香水廳 那聽起來好像很美對不對 對啊 感覺香水 問題是 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發生 這個奇怪的故事 而且為什麼會有 百合花香的味道 我覺得跟這個靈界的溝通 其實最可怕的是 有的人是會感覺到溫度 對 溫度的表現 有的人是會感覺到 比如說自己的毛骨悚然 對 劍疙瘩 劍疙瘩 還有一種其實 味道 味道有兩種極端 有一種就是那種很臭 石臭腐臭味 石臭腐臭味 但是其實有一種最可怕的是 你完全沒有戒心 是很香的味道 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美國校園 是這樣的故事 是 她其實是一個女生 一名男朋友 移情別戀 等於說劈腿了 那麼她就上吊自殺 那當然她自殺以後 大家只是覺得說她那間房間 怪怪的 常常會有人半夜聽到 有女生在哭 是女生哭 你怎麼會激起我的痘痘 不要 可是更可怕的是 有時候還會看到 那個頸椎被折斷的 那個形象的頭和身體這樣 這樣衝到他們的 比如說某一間房間裡面去的 那個很快的影子 像我剛才看的影片 那影片裡面 它挺像影子 但是 這些宿舍住的這些同學 他們言之道道 真的 我們真的看到 看得比較具象 很具象 所以就覺得奇怪 怎麼會這樣 因為她那間房間 其實後來被封了150年 封了150年 對 因為這個其實當時 在那個年代發生以後 其實民風很保守 一般學校都是有習慣 壓下去 壓下去 對 不要炫耀 對… 不然人家說 這個萬一 誰敢來念 學校發生這種情況 會影響他們的 招生和學校的形象 可是這種一直發生之後 那間房間當然就封起來 封了這麼久 可是呢 最離奇的事情是 其實 因為美國校園通常會有一個 像有一個家園 有一個院子 花園一樣 在庭院 在她對門 等於說這一間不是被封了嗎 但是她對面那一間 居然後來為什麼 這鬼故事越來越恐怖 越來越驚悚 就是因為後來的學生 拜託已經離了150年前了 結果居然又發生一件 也是上吊自殺的事情 大家就想 是不是這個女生發生什麼 心情低落的情況 後來問她的室友 她說不 她根本就是個陽光女孩 她熱愛運動 人緣非常好 而且嘻嘻哈哈 可是就是奇怪 在她自殺前一天 她就不斷地自己在那邊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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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她為什麼愛上那個女的 難道我不好嗎 她變了一個人 大家只覺得說她的行徑怪異 她明明沒有任何的情變 情觀要過 然後怎麼會自殺 但是後來大家發現不得了 居然她自殺的這一間宿舍 跟那一間封閉了150年宿舍 是隔著中間的草坪的 完全相對 對門 她就發現糟糕 這個詛咒難道已經擴散到 這間房間以外 甚至跟她沒有關係的人 都會受到這種情緒 意識的影響 甚至被霸凌到自己去走上 跟她一樣的絕路 那當然剛剛講這種香味 所以為什麼叫香水廳百合廳 就是因為她那邊一直有 這個女生最愛用的這個香水 的味道 然後當時還要補充一下 為什麼後來會封了150年 因為後來當然她的男朋友 當然就說去 等於說去幫她把她的東西 搬回她家 可是一進去她一聞到那個味道 每個人都聞得到 因為味道好重好重 可是一聞到那個味道 她就開始昏 開始就是噁心 就是小兔站不住 所以她們就說 這個女生的這一個 她借的這個味道 幾乎還是盤踞的這個地方 是 對 就每一個人顯像的方式不同 的確 她可能顯像是用味道的方式 沒錯 然後在那個西方國家 精神病院其實是一個 很恐怖的地方 因為精神病院以前是早期 她們這根本就是 一個實驗的地方 對 把你什麼前額夜切開 用電池 很多的當時的病人 可能在這種這些 極痛苦之下就往生了 所以說她可能怨念很深 對 那用精神病院改建成的 大學分校 這個電梯就恐怖了 這就是這所精神病院 它是在1936年到1997年 60年間 在加州的政府所蓋的精神病院 是 那後來有人就說 因為科技越來越發達 藥藥越來越進步 不需要這麼大的效果 應該算是一個醫院了 院區 對 後來在2002年 它就變成了一所大學 在原醫院的住址 蓋著這所大學叫做 海峽群島加州州立大學 因此就如剛才康哥所說的 因為當年的精神病的 醫治方法是不人道的 活體實驗 直接解剖 甚至很多人會誤以為 精神病是鬼 或者是一些什麼附身 什麼的 用一些不科學的方法 折磨這些病患 所以在醫院的期間 就有很多鬼怪的故事 尤其是如果這些醫生 當年不人道的 對那些精神病患 他又繼續流來醫院的話 那些因為會找他算帳 有一個最著名的故事就是 有一個醫生 他已經是個資深的醫生了 他在指刀 那天要幫醫院的病人開刀 手術房裡面 他一下刀 按理說就在肚皮的地方 沒有想到大家都帶掉了 他從肚皮 就開始切... 他在手術房 切到下體 切到大腿 就一路這麼切下去了 是我的護士啊 旁邊的醫生都傻蛋 你在幹嘛... 所以他就被逮捕了 他被逮捕的時候 嚎啕大哭 我完全不記得我做什麼事情 你怎麼不記得 你是資深的醫生 我不記得... 我只記得我下刀的時候 我昏迷了 後面我都不記得 但我醒來的時候 我很明顯地知道 我的靈魂 跑進了手術台的 那個病人的躯體裡面 所以變成 我藉由病人的眼睛 看著我在直刀 而我那個直刀的肉體啊 刀要切下來之前 他的身後冒出了一個人頭 兩個人頭 三四五六 冒出了二十七個人頭 一口氣 通通躲到他的房子 應該要躲到他的軀殼裡面 通通躲進去 他就嚇到了 按理說他是靈魂 進入了那個病患的軀體 他覺得 我只是靈魂在這邊 痛得應該是病患 不關我的事啊 沒有想到他嚇到割下去那個 他的形容就是 好像替二十個人 二十七個人尖叫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疼痛 那這一段話 對於警方 或對於現代科技來說 你亂講 你是不是講屁話 不可能 你現在是亂講 你那麼開刀大失敗 所以把你關回來 你原來這個醫院 結果他關進去了 要去接受精神的治療 第二天他就死了 原因是因為 關他的那個地方 他們發現門打開了 他把自己的指甲通通咬掉 吞下去 再拿襪子 撕掉自己的嘴巴 窒息了死 所以很多人說是冤魂叫他 那後來變成大學 大學當中 也有很多很多的鬼故事 包括了其中一個是 矮的宿舍 矮的宿舍裡面 很多人都在半夜聽到 敲玻璃跟敲門的聲音 但是你可以知道 這些學生們聽到的這些 敲門跟敲玻璃的聲音 都知道了敲的這個人 其實是走進來了 所以他一邊敲 他一邊走進了你的宿舍 到你的床邊 並且大罵 Get off my bed 滾出我的床 這時候學生就醒來 誰發出這個聲音 所以很多人就猜 會不會當年那個癌的宿舍 其實關的是病患 這是他們第一個猜測 第二是圖書館 圖書館的通通幻然一新 非常的新穎 但在走道的底端 有一個房間 別人都以為按理說 圖書館的尾巴 應該走到就是機房 沒有想要打開來看 就是康哥剛才所說的 是電梯 是有一段距離的老舊電梯 因此學生就開始猜測 這邊會有電梯 會不會整個圖書房 圖書館就是一個停屍間 它只能這樣喘 開始鬧著玩 他說那我們來探險 看看到底有多恐怖 所以一群學生 在晚上半夜的時候 就決定來玩冒險遊戲 其中輸的是一個大三的女生 他的書的被懲罰的方式就是 關到小房子裡面去 圖書館的小房間裡面去 你在裡面點蠟燭 看看到底有什麼 都已經到了 月齡充滿的圖書館 還要挑戰競技 這女孩會碰上什麼事呢 那女生在看見到 她的圖書館 被懲罰的方式就是 關到小房子裡面去 圖書館的小房間裡面去 你在裡面點蠟燭 看看到底有什麼 直到蠟燭整個熄滅 處罰才算結束 你才可以出來 那女生到時候 不管啊 不管啊 把踢進去關起來 她一關起來 就聽到門在敲門 那我們就自然而然認為說 一定是她尖叫 不要吧 讓我出來 讓我出來 他們就說不行不行 蠟燭先點起來 蠟燭燒完了 你才可以出來 還是繼續敲 開始爆叫 一直尖叫 一直尖叫 外面人就還是害怕說 這個尖叫太激勵 有點怪怪的 我們還是破門而入好了 一破門 她外面還在敲門喔 一破門 這個女的 其實是昏死在電梯那邊 但是電梯離門有好長一段距離 也就是說 她怎麼可能分身 這麼快來這邊敲門 在那邊昏倒 所以趕快把這個女的救出去 一邊救這個女的 女性的尖叫還是繼續回答 繼續不停地回答 她就把這個女的救出來 就圖書館之後 就把這個女的搖醒 問她說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女的跟她說 其實你們一關門 我就點蠟燭了 我根本沒有等到 那個走到電梯旁邊等 你們一關門我就點蠟燭 我在點蠟燭的同時 所以後面敲門都不是我敲的 我點蠟燭的同時 電梯裡面就有非常多 就是很長的黑色的手 從後面把我一直拖 拖到電梯 我就暈死過去了 所以你們外面講的一切 我通通都不知道 那我們這些是大學裡面的 恐怖的故事 但是居然有拍到 有一群靈異的探險家 現在在當年這個精神病 醫院荒廢的期間 拿著破舊的收音機 運用頻率跟當時的鬼溝通 請看 很多 其實這個影片非常長 是被剪輯過的 他不停的問他問題 一直問他你的名字 到處跳出來 各式各樣的名字 我是誰 我是誰 很多很多在這邊 都一起加入了 Paul 你現在還念書 就是假的 你剛剛講的時候我嚇一跳 OK 那OK 現在講一個大學生 半夜在學校裡面亂走 是 但是會遇到愛述苦的空中石匠 對 這個是最念的這個空中石匠 因為這個是大概1996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在加州讀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春節 春假的時候應該說春假 春假的時候你會想要到處去玩 那也不會想要回台灣 那個時候我們有一個朋友 就在這個多仁多 那個多仁多大學上課 加拿大的多仁多 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一眼看到的時候 我們剛進去的時候 一眼就看到說 這個學校多仁多大學 其實是非常跟我們一般的 在加州大學不一樣的是 它是用很多的石頭雕刻而成 然後可是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招待我們那個同學就講說 其實你不知道 這個就算是當時候 因為這個石匠 刻這種很多這種雕糧化洞 這些建築 雕刻 其實有產生一些 很多的一些很奇怪的鬼故事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說 有什麼樣的鬼故事 他說當年其實這一間學校 是在1853年的時候蓋的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就找了從世界各地 找了非常多的這個石匠 來這邊蓋 我們看出當時在1853年的時候 蓋的這個狀況 建設的時候 建設的時候大概就這樣 其實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一顆一顆這樣雕糧花洞 找很多石匠來刻 很多石匠來刻 那個時候就有一位 來自俄羅斯的Ivan的石匠 其實叫Ivan的石匠 他的那個做工非常非常厲害 但是大家都知道 石匠在那個年代的話 其實是非常等於是 我們現在的建築師 其實是非常被受尊敬的 地位崇高 職業 對 甚至他們還有一些工會什麼的 就有一些所謂的 他們的那個標誌 他們的一些標誌什麼的 來讚揚他們這個專業 所以他們就蓋一蓋的時候 這位Ivan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從俄羅斯來 就喜歡上當地的一個 當時還在籌備的一個職員 叫做Susan 兩個人就變成說未婚妻了這樣 未婚妻兩個談戀也很開心 但是當然我們也知道 這個建築工地裡面 其實也有很多很多 來自其他各國的石匠 我跟他聊天 那個開心的時候 在那邊未婚妻的時候 忽然有一個 他就跟我講 跟你名字一模一樣 也叫Paul 有一個Paul的石匠呢 就開始勾搭起他的這個未婚妻 開始在那邊三母子 來一下啊 你老公不在 我們來喝一下酒 一直開始在勾搭人家 東方的Paul也是這樣 叫Paul怎麼都那麼花心呢 這次 就一直勾搭一直勾搭 然後那個Ivan 當然看得很不是滋味 這我一未婚妻 你幹嘛沒事跟他手來腳來 眉來眼去 就當場警告他 甚至有時候還當場 就跟他打得起來 打得起來那個Paul 當然就很不爽 有一天他就打得不爽 以後就叫Ivan 我給你看一個東西 來...這是我剛雕的一個石雕 結果那個Ivan看得氣得要命 那個石雕是兩個人像 結果那個人像居然是Paul 跟那個Susan兩個的 很像的人像 就說你看 我們兩個幫你磕在一起 所以你這個第三者不要介入 他氣炸了你知道嗎 說你居然敢把你自己 跟我未婚妻的臉 磕在那上面 我一定要找你算帳 就才沒講完而已 隔天Ivan就失蹤了 這時候為什麼就失蹤了 很奇怪 不懂為什麼就失蹤 大家騙尋不到 可能想說可能是生氣躲起來 或是說有些事情 可能喝醉了 然後就不見了 但是後來呢 就在這個學校建成以後 就很多的學生 晚上會看到有一個 漂流的這個 歐吉桑的這種身影 在這個天空上面飄來飄去 是 一開始的時候只有看到人 然後我們一般 我們如果學生那個年代 看到說 就不敢講 反正他不犯我 我也不犯 他說後來有一陣子以後 居然很多人 就夢到這位大叔 跟他講他的經歷 他說原來當天他不是失蹤 他是拿了斧頭 因為他們有很多那種 早死的斧頭 準備要埋伏 要去殺了這個Paul 結果呢 就看到Paul過來的時候 這樣一砍 結果沒想到沒有砍到Paul 砍到後面那個門 那門你也知道這斧頭 那個力非常大 就卡在裡面 然後就趁機Paul 就趁機逃逸 拿了他自己的斧頭 往他的那個Ivan的身上 就把他的頭砍下 然後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被那個 當時候那個Paul殺掉 想要復仇 但是沒復仇 被那個Paul殺死 可是那個每個人醒來 他都覺得說 奇怪 真的有這個事情嗎 結果沒想到 大概兩千多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這個學校發生了一個大火 整個大火燒... 基本上所有 因為那時候多人多的 這個藏書還滿多 其實三萬多千這 全部都複製一具 但是有個很奇怪一點 他們燒出來以後 居然發現了一個門 這個門居然是長成這樣 斧頭砍過 斧頭砍的 因為以前為什麼這個門 沒有出現是因為 他外面本來還有一個門 但那個大火燒完以後 大家才看到說 原來第二個門 而且這上面 真的是一個斧頭的痕跡 所以表示當年真的有 這個可能有這個Ivan 那個時候要復仇的時候 把他的斧頭砍在這個上面以後 沒有砍到 然後最後被人家殺死 然後這還不奇怪 他們後來發現 因為第一個門是死門 假門 燒掉以後看到這個門 這個門是可以打開的 一打開以後 發現一個小小的細細的通道 裡面就有一副白骨 那個白骨基本上都已經化掉 化成這種所謂的白骨的樣子 但是有一個東西還存在 就是他的這個皮帶 皮帶上面就有一個 我們講的這種銅 鐵 就是他的這個皮帶頭 但他皮帶頭就是這樣 上面一個這樣 那個直角 下面一個直角 但是你如果熟悉人一看就知道 這個就是當時所有 石匠的這個標誌 因為它石匠標誌 就是上面是一個圓規 下面是一個直角尺 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 有了這個 又有了這個 所以當時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那個人當時其實搞不好 真的就是 當初被殺死的那個Ivan 就在那裡 然後被藏在裡面 藏了一百五十年 所以沒事 就一直要隨隨地說 我是Ivan 要跟你們大家聊天 好 軍醫院 我天啊 軍醫院它還要改建 改建成了什麼 啟治學校 然後附近的貓狗都會被磨附身 這個故事其實是我的一個同事 以前我做那個房地產在美國 我在波士頓 那其實我有一個同事 他是紐約上來的 然後他調到我們波士頓 然後他其實 我們去看房子 他就是成功 有的時候這些老房子 不要這麼 就是覺得他便宜 很急就買 他就講說他紐約有一個地方 他其實他的房價 因為紐約嘛 他有一個島叫Staten Island Staten Island他這個島 他的房價就是一直漲 但是就是有一個社區 稍微便宜一點 這個地方呢 他旁邊有一個建築物 那這個建築物 大家其實不是很熟悉他的歷史 因為很多人來可能是 可能台灣人去買 或是那個阿拉伯去買 什麼都不是很清楚 那他原本是一個軍的醫院 那很多的老兵到那邊 就是被醫死 然後完了之後 他變成一個精神的一個病院 精神病院呢 都是那種比較弱智嗎 就是精神上面有問題 對 精神上面的小孩 都是去那邊 但是他那邊就是一直搜 一直搜 搜越來越多 但是他們的資金不夠 所以他們老師的水準 是非常的差 包括有時候打死啊 有的時候是 就是讓這個人的衛生狀態 就是就不理他 到他自己死了 有的是還為他們吃大便 就想說這種激烈的方式 就是處罰大家可能會改進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大概一九八幾年的時候呢 他們就有人抗議 把這個東西縮掉 就沒有了 廢除掉 就廢除掉 然後就擺在那裡 那這個地 因為它有一位貴 他們就蓋很多嘛 然後還有一個社區 那開始有人一起住 那其實這個廟的地方是說 這個現象不是一戶 它是全部都會 所有養狗養貓的人 都有感受到 如果養狗 他們的地下室 狗都不敢下去 OK 貓會下去 貓下去回來 有另外一個現象 這個就很奇怪 用走得上來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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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奇 招財貓 就是經過電視的時候 電視自己會開 來 平常不會喔 只有他下去 從地下室出來的時候 經過電視 電視自己會開 貓在上面 身上帶電 開的時候呢 那個電視上 它的那個下雪有沒有 裴擺的那個下雪 會有一個 就是那個建築物的形狀 偶爾會幾個臉會跑出來 所以那很不軟 最後呢 他們就是去調查 就是這個後來 它有這個歷史的一個背景 然後他們也去找了一些 厲害的師父 不管是 對 去看看是什麼狀況 那後來他們是說 這些被虐待的小孩 待在這個學校裡面 一直像有地方躺 一直像有一個家收留他們 但是都沒有 等到有這個新的建築物 新的家 是一戶一戶蓋起來 這些小孩分頭去 每一個人 他們認為有家了 對 有一點就是我被認養的感覺 然後他們都是活在 比較陰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下室 是 那只有貓來的時候 他們才會跟著上來一下下 那在那邊開寺廟就精采了 鬆軟的情侶 對不對 今天要叫什麼 黑 黑 所以輪到我了 鬼上身跟戰友 都是一樣的 叫Possies Possies Possies Possess Possess 好的 蕾拉 蕾拉 蕾拉有存心 自殺報復同校生 到夢裡跟你抱怨 對 就是 我是在 那時候我是在 洪武等公車 你在等洪武的公車 對 我在等洪武的公車 那個洪武都超多人排隊 那天天下大雨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撐著傘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同學 沒有撐傘 然後他手上拿一把壞掉的傘 然後我就走過去 我就直接就是拉他的袖子 我就把他拉過來 說跟我一起撐傘這樣子 然後他就 他就眼神看我很 就是一種 好像快要哭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 我也沒想很多想說 可能是真的很感謝我借他傘 然後我就跟他一起撐傘 然後我們就一起上了公車 然後準備要下公車的時候 我們要一個個刷卡 然後要下去的時候 他就走過來 遞給我一張紙條 然後他就匆匆忙忙下去了 然後我就把紙條打開 他就寫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說謝謝或什麼 就是真的很感謝你跟我撐這把傘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我今天做了一個傘事 我就回家就準備要睡 就是回宿舍睡覺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就 就是做夢 我就夢到有一個女生 很像是剛剛那個女生 那女生就是很生氣 但是她又很害怕 然後她在我夢裡面一直在哭 然後我就不知道就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想 我就有醒來 然後我想說 是不是又有東西要來找我說 要幫忙還什麼的 然後我就 就是可能 可是現在這麼晚了 要去哪裡找這個人或什麼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繼續睡 到了隔天早上 去上學的時候 就聽到有人在尖叫 然後我就過去 那一棟管叫做 管 管是文化大學就是最高的大樓 那那一管封鎖線都封起來 有人跳樓自殺 然後自殺在吸煙區 吸煙區到現在那個血跡還是擦不掉的 就是它是跳下去整個炸開 那個血跡是整個 站步在那個吸煙區的地方 然後我過去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太敢看 然後我就聽說到說 那個人為什麼要自殺 是因為他被班上同學霸凌 然後他就跳樓 然後我就去查 查一些這個資料或什麼 就是問一下同學 到底是誰 誰自殺什麼 誰跳樓 我想問一下 就發現是 這個有的時候心裡面有事 或者心裡面有什麼 有什麼過不去的 還是要講出來 講開 聊一聊 其實各位 時間是最好的殺手 任何再痛苦的事情 再過不去的事情 時間都會慢慢把它抹滅 所以千萬不要再一時衝動 在這個點上去做一些決定 那是錯的 可能兩年以後 甚至於一年以後 你再回頭想當時你的情緒 你會覺得 沒什麼嘛 還好 對... 來 有一些校園呢 因為那個... 你不知道那個建地 或者是那個建築物是什麼 所以建校之前呢 這些鬼魂就存在 那有一些是由後面 在校生發現事情 才變成的 接下來我要知道 這個是哪裡變來的 這個楊瑋子你哪裡來的 出來 看... 幹嘛... 怎麼會功夫啊 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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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功夫呢 對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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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就是... Stacy 忘了... 忘了... 現在 攢滿一具人骨 晚上居然會流血 好 補助館 這麼安靜也能殺人 賓州大學女學生死後 還徘徊在書架間 是要找兇手 還是要找替子鬼 校園裡面 不只有純愛的故事 也有驚悚的懸案 想知道嗎 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找浩平哥哥喔 我現在不找你 你有沒有覺得很嫉妒 我吃醋... 你吃醋也很大 謝謝你給我機會 好 愛丁寶大學裡面 展覽人骨晚上會不斷的流鮮血 愛丁寶大學是在哪裡 愛丁寶大學就在蘇格蘭 因為我在那邊待了 差不多三年半的時間 然後在當時在那邊 漢學中心教書 我們就一直有這樣一個傳統的故事 但這個故事是來自 其實我們知道全世界的外科手術 事實上最早最厲害的 就是愛丁寶 我們在那邊還有一個外科博物館 那博物館你很難想像 現在有這麼多的骨骸展示在那邊 因為外科手術 早年其實你要知道一個醫生 他頂多找個肺肺 找個心心就已經不得了 跟我們臨場類似比較近 其他多半解剖山羊 解剖一些什麼豬 但是在那個年代你很難想像 那時候有一種很可怕的秀表演 秀 解剖秀 做教學用的解剖課 竟然成為表演 這會掀起什麼樣的恐怖殺雞呢 但是在那個年代你很難想像 那時候有一種很可怕的秀表演 秀 解剖秀 誰要去看 我的天啊 那個一票難求 而且那個生意之好 而且可以說是 所有在做這個解剖秀的 從這個醫生到這些賣票的 賺一大堆錢 但是就有個問題 既然外科醫生 希望找到一具人的大體這麼難 那麼最後就造成很多的兇殺案 原來其實是很單純 就是一個房東 然後一個來自這個 他是來自愛爾蘭的 然後另外一個房客 兩個人滿投緣的 然後結果就發現說 這個人有個好朋友死了 還欠他錢 然後最氣的是還要幫他辦後事 這個時候那房客就跟他建議說 你不知道這個屍體可以怎麼用 賣給那個外科醫生 他們真的 作秀 對 而且這個求之不得 萬一賣了以後發現 還掉他欠了四英鎊而已 總共還賺了這個 將近五六百英鎊 他這一筆錢不得了 那當然這就開始了一個 我們所謂的貪念的第一步 所以後來就開始 開始謀殺他自己的房客 就這個房客跟這個房東 兩個人聯合 殺其他的房客 甚至其他的妓女 身心障礙的一些 這些弱勢的人 不但如此 為了這個殺活人也好 還有盜墓 就是要大體 對 就是要大體 剛下葬沒多久 而且全部串通好 串通好了 這也有醫學人的學生串通 還有這些這個殯葬業者 反正當時這個風氣非常糟糕 都是為了他們有這個解剖秀 所以最後你看 這一 這個就是當時的這個主嫌犯 是在大庭廣眾下 被公開絞刑 就是等於吊死的 那當然他們當時 到的這些骨骸 現在還在愛丁堡展覽 所以你看到這些 雖然幫助了當時 這個醫學的進步 可是呢 你就沒有辦法想像說 在那個年代 這就當時的所謂 解剖秀的表演 就直接 那當然這是一個屍體 但他們從原來的 動物的屍體 動物的活體 到後來對於這些遺體 人的大體 現場公開解剖 然後給大家買門票進來看 然後演變到最後變成了 整個愛丁堡地區的一個可怕的 殺人謀殺案跟盜墓案 你要幹什麼 我以為教英文 OK 剛剛講到博物館 博物館 Museum 對 那博物館裡面 就收藏很多的歷史文物 是 那如果是收藏很多書籍的館 叫做圖書館 那如果收集很多二氧化碳的館 叫什麼館呢 什麼館 排氣館 這個不錯 趕快好了 賓州大學圖書館悬案 至今還是沒有破案 但是呢 不好意思 怨魂每天都在那邊喊冤 對 從這個女生開始收集 她叫做貝熙 這也是Ivy League的書校 是喔 貝熙呢 其實在1969年 她二十二歲的時候 先跟她的男友度過了感恩節 那1969年的十一月二十八號 貝熙下午四點回到了賓州大學 然後按照她的計畫 她跟她室友 宿舍的室友們說 拜拜 我要去找英文教授了 然後呢 她就進入到圖書館 圖書館的B1是比較有霉味的 然後比較 平常版比較低的 他們的書架跟書架之間比較窄 費熙所站的位子 是50跟51的這兩列的書架 很窄 從那個方向聽到了尖叫聲 裡面還是有很多人在研讀功課 他們只聽到了尖叫聲 又聽到很多書倒下的聲音 然後就有一個金法的人 我只能說他是個人 金法的人 跑出來說 剛才那邊有一個小姐 她昏倒了 你們可能要去看看 這個人就消失了 戴外在談這個人 她就消失了 所以很多在念書的人才知道 那邊在50跟51的書架 有一個人昏倒 我們趕快去看看發生什麼事情 發現她昏倒 不省人事 以為她可能是昏倒 那麼身體不舒服 平血休克 那等到送到大學的醫護室才發現 其實她的心臟被插了 深深的一刀 匕首 雄器沒有找到 但是為什麼 現場的人會以為她是陽巔峰呢 會覺得是這麼平凡的事情呢 原因是因為 背膝被刺得太深入 太心臟太裡面 所以她大量的失血 直接灌到身體裡面去 躺下來了 她沒有往外噴 所以她的肺有大量的失血 再加上她當天穿的是 條紋的紅色洋裝 燈光灰暗 別人甚至以為是漢或污漬 沒有想到那是大量的失血 所以背膝就往生了 其實當天那個警方就查到 整個學校有兩萬六千人 進入那個圖書館 在當天就有3348人 沒有人記得或說得出來 那個金髮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跟長相 所以完全不知道那個金髮人 為什麼來通報 疑她是不是凶手 所以很多人開始有以下的推論 兇手可能是誰 第一個推論的兇手是 當年有兩大殺人魔 連環殺人魔的殺人案 一個是泰德邦迪 這個是專門挑年輕女子 強姦殺害的殺人魔 他們就來猜 會不會背膝是她手上的一條命 第二個就是黃道十二宮殺手 黃道十二宮 這個人還沒有找到 但是他可能專門殺的是這個族群 二十二歲所有族群的人 所以會不會背膝是她的其中一條命 那不可考 第二個可能殺背膝的人 會有軍人的背景 因為那一刀太凶狠 並且是一刀斃命 刺得很深 就像在1969年那個年代 越戰 可能會有所謂越戰的軍人 或是退伍軍人 他們所幹的 第三個猜測 因為警方在那深深的 五十五十一的 這所謂的書 書的走道 這邊窄窄的走道 發現了很多成年的男女體異 你就是說很多的年輕人 尋求刺激 在這個地方做愛做的事 所以會不會是背膝 撞到的不該撞到的人 她看到的不該看的 把她給殺死 第四個猜測 是比較有人多猜測的 那就是原因是因為 因為背膝從頭到尾沒有反抗 沒有逃跑 是一刀斃命 所以顯然這個人 可能是認識背膝 或是跟他貼得很接近 才能背膝不叫 或是沒有逃跑 結果有人查到了一個 當年追查他的人叫李察 李察這個人 當時跟他有約會好幾次 直到他了解了背膝 有了論其婚嫁的男友 李察自己說 他就退回了朋友的位子 可是警方在找到李察的時候 問李察案說 你什麼時候知道背膝被殺 李察說是一天之後我才知道 但明明背膝被殺的 過幾個小時 李察就一直去找 背膝的英文教授去問他說 你到底看過背膝的論文沒有 你到底看過論文沒有 就是這件事情跟你無關 你那麼關心幹什麼 可是就算是李察交代不清楚 也沒有直接的證據 李察殺了他 所以李察還是被排除 在兇手之外 那就要講到鬧鬼 後來為什麼會鬧鬼的原因 是因為很多的學生 尤其是去裡面坐 這邊想要偷偷摸摸親吻 摸來摸去的男女 會在半夜當中的書 書跟書中間 看到一雙眼睛 在盯著他們坐 這是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就是 有人會去50到51的書架 去借書 借書回家 夢到的是 有人向他索命 只掐著脖子 第三個版本 比較 六類似二作劇 又可能是最恐怖的版本 那就是 在他死亡的25週年 也就是1994年11月28號 當天這個走道 居然有蠟燭點在這邊 地板上有紅色的字跡 上面寫著 貝希幾年生幾年往 上面再寫著 1969 I am back 所以是誰回來了 不得了 所以現在怎麼會說 不曉得 好的 班傑 您是波士頓大學 對 你們的同學 就去舊體育館講鬼故事 結果發生了悲劇 有一個體育館 它是舊的 那其實他們是說 當時蓋的那個人 就是負責 他是一個酒鬼 所以他上次喝酒 所以他們蓋完之後 他們發現沒有窗戶 就是他們 喝醉 喝酒蓋 瞎蓋 所以他沒有窗戶 所以他們就是用電燈 然後裡面就是 這個體育館亮亮的 那後來不知道 有一個什麼什麼事情 他們就 這個館就不要了 他們蓋一個有窗戶的 那其實男同學還是覺得說 這個地方還是不錯 因為進去人家是看不到 那他們想說 我們去找一些女生 過來去講一些鬼故事 他們害怕的時候 他們就是靠近我們 我們就可以開始毛手毛腳 不 女生救美了 對 不過這個大學還滿好玩的 對 然後他們就點了蠟燭 開始講 講的時候 那個 他們就覺得說 他們一定是男子漢 不可以害怕 但是在這個時候 講到一定的段落 他們就看到 他的女生的朋友 後面有一個白色的 剝他的頭髮 是誰在撩女同學的頭髮 挑戰恐懼極限的冒險 廣告後我們繼續 那個 他們就覺得說 他們一定是男子漢 有一個白色的手 不可以害怕 但是在這個時候呢 講到一定的段落 他們就看到 他的女生的朋友 後面有一個白色的手 在撥他的頭髮 他們就是超毛 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就是 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有一個冷風 但是沒有窗戶 所以就是 因為一個白色的手 有一個冷風 沒有窗戶 男生不敢講 所以他們就是想說 好 那我們就 急速講下去 結果呢 一個女生就尖叫了 我說 妳幹嘛拉我的頭髮 就開始 這個頭髮開始被拉了 拉之後呢 這些男生就覺得說 算了... 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趕快走 然後就跟女... 就說 我們覺得我們趕快走 女生就覺得說 妳們幹嘛 我說 妳剛剛拉妳的頭髮 不是我 那女生就... 馬上就也是毛了 毛了之後呢 他們都開始要離開 離開的時候呢 有一個... 算是灰白的一個霧 在他們的後面飄過去 女生是... 好像有... 感覺到有一個... 一樣是一個冷風 經過他的後腦勺這樣 他就覺得... 趕快走 然後就趕快跑... 男生是帶頭 男生已經很俗辣了 你知道嗎 但是走前面 Anyway 他把那個門推開的時候 那個門就... 應該是門推開 他就是開嘛 但是這個門推開 馬上 那個男生他就是覺得說 那沒辦法他必須跑 他就是卡在那邊... 然後讓其他的人走掉 走掉之後呢 他就慢慢起來 然後跑掉 那他就是跟其他的男同學 講說 這個事件有發生 那其他男同學就覺得說 你們這些事情是亂講的 沒聽過有怎麼樣什麼 有另外一個男同學 跟他的朋友 他們一起過去 過去的那個方向的時候 那邊有一棵樹 那個樹根 就很莫名其妙 一個風一直... 斷了下來 斷了他的腿 砸到他的腿 對 砸到他的腿 腿就斷了 斷了之後呢 因為他們都是年輕人 學生都是年輕人 不知道這個建築物 其實過去有怎麼樣的歷史 其實後來才知道說 裡面有一個叫做怨魂 是不是 怨魂 這個怨魂是一個 曾經也是一樣 有一批男同學 帶一個女生 進去這個體育館 完了之後 他們就是對他非常的不禮貌 然後最後 一個打死的 一個案例發生 等於就是監詐 這個館 這個學校一樣 就是老的那個地方 都會把他壓下來 壓下來之後 他這個館就修館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他沒有窗戶 所以我們改了一個新的 用另外一個理由 對... 所以從此以後 只要男生進來 那個怨魂就把他們都是 當時的男生一樣 腿打斷 對 他還是要抱歉 對 然後女生的話 聽說是女生進去 她們都是會被剝頭髮 是因為當時的女生 她的頭髮非常的長 這樣也是爽 搞不好了吧 沒有 好不好 好 所以說這個校園 因為他的校色非常久 所以說其實會有一些 靈異的故事或是 先前留下來的靈界的朋友 這個只要您抱著敬畏的心 不要去打擾他 不要做壞事 應該不受影響 今天我們講的這些學校呢 升學率會很高的 也不便宜喔 不要 因為我們講的 就不去唸 去唸 不要怕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隊員 地縣 被關押衣 、出雲 搖晃 passed ask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